謝謝 好 中間 也要再次感謝今天現場所有的貴賓朋友 今天 TISO PRX系列呢 我們特別打動了 美國經典復古的公路文化 邀請大家再現場 你自己平常會關注嗎 之前 也是會啦 因為 畢竟這算是 就是天梭首位合作的品牌大使 我覺得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也是會有 所以說 還是會問一下 那現在我覺得 又再去一年的合作 我覺得 一來是真的非常開心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 我一定還是會 好好的再把 天梭品牌大使這個 做得非常稱職 然後好好的宣傳 身邊的青唐堂有配合入口嗎 有耶 其實大家 我自己的朋友蠻多 就是看到 看到我 就是代言 然後也都會 一來可能也是 否則想是支持我 然後再來他們自己都覺得 就是 因為這個錶款真的是一個 蠻好入手 然後也是 很好搭配的錶款 所以其實 大家給我的 就是 評價跟回饋都 還蠻棒的 所以剛才說 會幫賈彥 調一金表 你知道他喜歡什麼嗎 我記得他之前有說過 他也是想要一支金表 我會 跟他聊一下 就是從他再探聽一下 就是到底喜歡什麼顏色這樣 但我覺得 因為這一次有出了一款 就是再更小一點 表面的尺寸 我覺得蠻適合女生 蠻適合女生 蠻適合女生 所以你現在有人聽說 表會跟他一起 他會帶嗎 你們會一起帶嗎 他不會 因為其實我 我帶的都還算是比較 表面比較 稍微大一點點 然後 比較 比較男性一點 對 他 他喜歡的東西 雖然有時候會偏男生 可是 還是會比較 要適合一點 對 他的風格 剛剛說有成功 就是 帶動旁邊 身邊好像 對 你有算過 有帶動的資格 沒有帶過的資格 目前我知道 我的旁邊 就是認識的朋友 應該就有 他有實之上下 真的是 自己親自去買的 然後 我還覺得 就是 不夠 不是 就覺得 我要幫你問一下 有沒有折扣 後來 他們說 沒關係 已經買了 都覺得 滿開心 很平衡耶 所以都是買PRX嗎 呃 也是有買別的表款 像Sistar 對 也有買Sistar 但是真的滿多人喜歡PRX 這個系列 你剛是說 代表不太習慣 就是覺得 就 因為我跟我老婆平常 就真的 你說要穿情侶裝 也是覺得 我跟她都覺得有點怪怪 有點太 太刻意 對 然後你說真的帶到對表 我猜她應該也不是很願意 對啊 但是我覺得會先讓她看一下就是有什麼樣的款式 如果她真的就是很喜歡的話 我就會幫她處理一下 那你們平常出門的話 如果譬如說穿搭方面 會大概約一下 比如說我們今天都走黑白風之類 會這樣討論嗎 是不會到就是色系很一致 但是風格是不會變到哪裡去 就是 但是不是說要講好 就是可能會稍微 通常都是我先穿搭好 然後她就會這樣看一下 然後她就進去 然後就是 穿她的 對 所以我要先有一個風格出來 然後她才會跟著一起這樣 對 那她會說 欸我覺得你今天這樣不太OK 可以換一下嗎 因為她可能有自己想要的風格 有時候 哈哈 對 有時候她就會 還會問我說 那 這要配什麼鞋 要配什麼帽子 就是 我已經很習慣這些問題 然後就會一起幫她做搭配 你給的意見比較多 還是老婆給你的意見比較多 就是 通常 通常 好 這是什麼 我 哈哈 因為她有時候會比較 就是 很 煩惱 就是今天又要穿什麼這樣 然後我可能就會說 那你 你今天一天買的那個裙子不錯啊 你就是先搭配那個裙子 然後再去做其他的這樣 整體性的搭配這樣 對 我會先給她一些想法 對 哈囉 不然會 出不了門 哈哈 哈哈 謝謝 所以大約會花多久出門 不好說 最久是要到多久 一兩個小時 就會提早開始準備 對 平常都習慣提提早 會會會 就是會稍微控管一下時間 然後就會 趕快替她做一些決定 你知道嗎 嗯 對 其實會啦 因為你說 周遭的朋友 也蠻多都是有小朋友 對 所以有時候在叫的時候 真的就是 我記得那個 一開始聽到 阿迪的小朋友 叫 叫坤達阿伯 欸 那她說欸 不要叫成這樣 就叔叔就好 阿伯有點誇張 對 所以心裡 有什麼特別 就覺得賣故事之後 要開始 我覺得我滿能接受 現在這個年紀啦 但是就是 對啊 就是 真的小朋友 叫哥哥也覺得怪 那就叔叔就叔叔 我覺得 沒什麼好排斥 就已經習慣了 對對對 好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謝謝